我覺得那是許天來自己的意識 或者是甚至是有更高的人去指示他說要通報成高避免 我不知道就很恰巧就在選舉前幾天這樣子 然後把這些data然後包括在那個披露的文件裡面非常有趣的是 竟然我後來不是去告告告這些官員嗎 他們竟然在會議上面公認的在他們的簡報上面講說 針對監察院跟理會人去告的那個部分我們要妥適的回憶 很謹慎啊 是 那個時候已經開始調查了 你在會議上公認的這樣子講跟串供有什麼兩樣 那個過程當中然後甚至包括在那個 他們會議的那個記錄裡面還發現一個更好笑的事情是 竟然農委會長有網軍耶 所謂的網軍是他們開始號召公務人員 因為這部片傳播的方式都通過網路 早期台灣的官員他們也不知道說網路能夠造成那麼大的力量 他們都覺得說我只要掌握主流媒體就好了 可是沒有想到說網路的力量其實可以造成很多的改變 所以他們去找那個官員說到YouTube上面去跟理會人去留言 從剛開始的時候他們用自己的英文名字留言 一看我就知道他是防檢局的誰 然後我就上面我上去留言說 柯小姐 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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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刪我的言喔 然後這個帳號之後就不出來了 然後之後可能就會出現其他的帳號 然後其實那個YouTube上面留言 非常有趣的部分是 你只要去點那個人 他就可以讓他什麼時候去爭取嘛對不對 他就是為了要留言然後去申請一個新的帳號 然後包括他在那個會議紀錄裡面還講說要號召中華民國養肌協會上去跟我 就要求我說明啦 然後甚至還有一個部分就是說 可能要要求受醫 號召受醫人員來 來在網路上跟我不斷的進行攻防這樣子 那其實到後來把那些真相一一的還原回去 我覺得說真的是非常有趣到極點 然後包括在那個過程當中 其實這部影片我一直要談的部分就談國家機器啦 那為什麼要談國家機器有一個很重要的部分是 當然我們現在談到國家機器都是一個很負面的想法 那它其實就是 可是某個程度來講就是國家這個機器喔 如果它能夠用一個很有邏輯的正常的運作的話 它其實是很重要的 那誰在運作這部國家這部這座機器就是那些官僚體系的官員 那如果說一個國家它是用一個不合邏輯的方式在運作 就如同我們現在搭上台灣這部車好了 如果它現在不是往前開呢 它是開始倒車 沒有目標沒有目的的不亂的倒車 你覺得我們坐在上面會是什麼樣的一個狀況 那如果連我們民眾都覺得說 它現在這樣子開沒有錯 這本來就要往後走啊沒有錯啊 如果連我們民眾都這樣認為的話那慘 我們都認為這樣子邏輯是對的 同樣的情流感這個事件裡面 我一直在談一個 很多朋友告訴我 問我一次問我說 有一個人你覺得說 你拍不能出了秘密 最困難的地方在哪裡 我說 他說是不是 花很多錢去做檢驗啊 去讀很多paper啊 或者是 你要面對那麼多的官員啊等等 這是最困難的 我說不是 這都不是最困難的 我說最困難的一個地方真的就是什麼 我要講一個很簡單的邏輯而已 一個這麼困難的邏輯 我要花六點的時間來講 花了一百多萬 花了六十五分鐘 才講一個邏輯 就是你是OIE的會員國 你既然是OIE的會員國 你是不是要出手他的規範 很清楚嘛 那可是這個邏輯很多人 連一般不要講說是民眾 連記者都被官員呼嚨喔 怎麼呼嚨我們 官員就講說 沒有啊 我們沒有不遵守他們規範 我們只是參考他的規範 然後考量台灣特殊的狀況 然後做綜合判斷 這句話聽起來 好像有道理喔 記者一聽 對啊 人家沒有說我們不遵守啊 我們只是參考他的規範 這句話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邏輯上的問題 太有問題啊 怎麼沒有問題 所以為什麼會這樣子 我們的邏輯都被官員的謊言 弄亂掉 一個簡單的邏輯 我們結果要花六年的時間來講 這不是那種荒謬的事情嗎 那再回來推為什麼會這樣子 都是這些官僚體系 這個國家機器 它正用一種沒有邏輯的方式在運作 其實那對國家是很大不上的 所以我今天就想說 當然沒有要談不能做的秘密二啦 因為還沒有完成 因為現在已經送出去做配樂跟混音 然後還有一些相關的一些效果 應該三月中就會完成 好 那我今天想跟各位談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概念 就如同我們剛剛跟各位講到說 在不能說的秘密二 後來我們發現有更多不能說的秘密 那個已經有可能一個case 掌握到一小部分的證據 那其實我們新聞工作 其實沒有什麼了不起啦 可是很重要 我們在做的就是拼圖的工作 那個拼圖就是還原真相 它是一種在線的工作 為什麼說新聞是一種在線的工作 因為可能那個新聞事件發生的時候 觀眾都不在現場 記者也許都不在現場 第一時間都不在現場 可是我們要完整的把它重新的在線 告訴觀眾 這個就會變成一個很重要的工作 那我們常常講說還原拼圖 為什麼 我最喜歡用新聞還原那個拼圖 如果一個新聞的事件 是一張200片的拼圖 好 完整的樣貌是200片的拼圖 我今天我一個獨立媒體人 或者是某個電視台 某某某某某某某號 我能夠還原的可能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幾片 如果很大的新聞事件 當大家都去報 從不同的面向去報道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看到它 比較接近它的全貌 可是如果說呢 這個媒體刻意地把那個拼圖 移動它的位置 你覺得它會變成什麼樣的狀況 這一塊拼圖本來就應該擺在中間裡 因為非得要把它走下去 那接下來大家按照你的輪廓 再去把它拼湊起來 你永遠看不到真相 待會我會用幾個案子跟各位談 那其實一樣 比如說我在做調查的那個過程 一樣也是拼圖也是在還原這一項 那其實我想跟各位談的是 不能錯的秘密 之前後來整個過程當中 我跟農委會開始在做大量的工訪的時候 不能錯的秘密 在前年的七月播出的時候 那時候我就覺得說 以前跑新聞的今天就想說 農委會這下子應該整個證據都出來了 應該就讓你一到必命這樣子 我突然發現沒有了 為什麼沒有的原因 其實很簡單啊 我的想像以前我在跑新聞的時候 那時候的官員臉皮可能比較薄一點 做壞事情被抓到了 就自己下台 那你不願意下台 你的長官都會叫你下台 那斷尾嘛 對不對 可是現在不是呢 就硬拉拉拉就不下台啊 想說哇這真的是那個 犀牛皮的好朋友 犀牛的好朋友 犀牛皮厚的跟犀牛一樣怎麼戳戳的動 臉皮很厚 所以後來沒有辦法 然後就開始要拍不能錯的秘密2 那時候我就改變一些策略 其實從那個時間點 應該講說從不能錯的秘密1開始 一個新聞 我最近也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 一個記者造新 我們都覺得說記者的工作 就是要像牆上的倡議一樣 你就在那邊冷眼旁觀 不要去介入新聞的事件 是不是這樣子 理論上應該要這樣子 可是後來發現我在台灣目前的狀況 遇到不能像情流感這個事情 我如果在冷眼旁觀 好像沒辦法去改變 所以我就是思考了很久 我就跳下去了 甚至開始 我就開始去做更多的 為了要逼迫他們把整個真相呈現提出來 用了很多的方式 比如說包括我寫進去OIE 因為很簡單 我剛剛跟各位講 我們是OIE的會員國 應該要遵守他的違反 那官員常常都覺得說 你這記者 第一個 又不是這個科班出身的 第二個 英文也不會